这个视频用于演示如何将独立的极客前轮和极客后轮改造成一个极客双区 这个右边这个是极客前轮包含电池控制器 还有一些装把还有踏平传感器 左边这个是极客后轮包含一个电池一个控制器还有电机 那这个呢是双区改装包 这个用于改装前轮控制器 这个用于改装后轮控制器 这个是所有的配件 接下来我们演示如何改装极客前轮 首先这个是前轮的改装包 我们要装到这个控制器上面 前轮控制器 接下来把这个双区的改装包的前轮部分改装到控制器上面 先把支架的这几个插头拿掉 然后把这个插头拿掉 这个插头就是连接转杂把的这个部分 然后把这个插到控制器上面 注意这边有条细线 不要拉扯到 这狼色的是细线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前轮部分就改装完了 然后把这个不要的 这个换下来的拿到一边 这个就是改装好的 然后电池也要设置一下 接下来改装后轮部分 我先那个把这个这条线拔掉 这个插头 然后把这条线插到控制器上 好 这样子就改装完毕了 改装完之后 这个插头 这个插头就悬空了 就不用了 然后 改装 设置一下后轮的电池参数 关注 现在两个控制器都已经改装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两个控制器接到一块 把这个绿色的两个插头插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先把后轮的电池插上 电池不用开机 保持关闭状态就可以 然后把前轮的电池插上 电池开机 好了 我们先试一下助力功能吧 演示一下 这个是模拟我们塔机运转的一个状态 好 现在捏住塔机 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 直播直播功能轻轻捏一点 好了 直播也正常工作 OK OK